书叶 我扔那个书叶 扔书叶 门口一老哥喊我 这个就是北海后门那 我是经常到这买 他跟我说 让我别再 去干家口了 你属于石大海 你的根在石大海 老百姓我特别希望给大家石大海 介绍石大海的丰俗人情 你去咱家口那边 你去游牧民都 你还是 还是咱们这个 不我离这近我自己去买 这个买的挺多的 你住的远吗 不远不远 我关注你两三年了 一直看着你 你是看什么呢 是看微博还是 那个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老封我 他把我抖音就封了 哎呀这个 抖音你 不怕什么都不怕 你就是那当代的陋世明 知道吗 你不看那个 住的简陋 但是你的心怀 我这次说死就死了 哎呦 我比你大我五八年的 我以前 属狗的吧 我前两天那军科 都是属狗的 那几个还 有一个是三九卫台的创始人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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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是缓刑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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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哥们 是金在哪都发光 哎 哎呀真是 你刚说五八 我就神 我刚认为一帮属狗的 我就是 跟着你两三年了 就你的 你所做东西 我如数加真 我都能跟你回忆出来 哎呀 我说的都是真的吧 是真的 可能有 对对对对 所以我用我这机器啊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所有剪辑的都是宣传 是吧 那个东西有政治倾向 您这个就是 还原整个事件的 我哪拍也不是 我唯一的那个立场就是说 别人怎么说 我怎么弄 是吧 对呀 现在有很多傻逼就说 哎那个人说的胡说 那人胡说是他胡说 他站着什么立场来说 对 我是我拍 我不管那人胡说不胡说 早上 早上这种哈 就上来就带着立场 带节奏的 我就把它拉黑 不然他老在这 终于生活 终于生活 为生活去写 为生活去说 那就完了 对对对 不要 谢谢您这个拍摄 哎呀 没事您嚼嚼吧 我那天就跟那帮吃狗 就是那帮属狗的 我把他们给了我一大包骨头 是啊 骨头我就没没整理 我把那骨头就割我妈的 我妈可能眼睛也不好 在你冰箱里面那羊羊坏了 对 对 然后他就把那个狗 那狗吃了骨头了 就一直在那不舒服 是啊 你可别让狗狗狗是最女的 对对对 尽管狗的免疫力强 但是你那东西不行 不行啊 对对对 我鼠狗的骨头我也没看 他就今天 这两天就不爱走路 有可能中毒了 有可能中毒了 或者是里边辣椒什么 对对对 不是这么回事 不能什么都吃 对对对 谢谢您 我姓陶 我姓陶 姓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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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陶 太多 太多了 这挤麻袋 对对对对 我对你东西如鼠家 真的 谢谢 我就看你这个 就尤其是在那个北海后海啊 嗯 牵着狗去介绍两边的风景 嗯 不是风景是文化 对对 我说的是人 是个文化 我老说我 是叫是以科学的眼光 不是那些科学 我不是科学专家 我是用科学的眼光 用意识 今天是十月七号十月革命节 我想说十月革命节 但还不知道通得过通不过 今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就是今天啊 一会一会我说一段啊 说一段 你掐点掐别的咱们之间的无所谓 你也是老拿着一个耳机 是 我这耳机 我这耳机是蓝牙的 对对对 我也是蓝牙 我也是蓝牙的 外边那个糟心的太多 对对对对对 我新换了一个耳机 就我原来那个耳机呢 是一个叫Beats的 就是那个也是美国的 后来那个 后来坏了 我那个也是西瓜的一个粉丝 我不认识 没见过 是苏州的 他给我修好了 修好了 那网上这个20块钱 不不 我那特贵 哎呦 然后呢 然后美国不是上百啊 好几千 哎呦 然后美国一粉丝 信给我买一个叫BOSS的 我当时觉得特贵 我还 然后我昨 我11月的3号开始启用 你只要带上 接上声音 你一点都听不见 是啊 嗯 我一看你这个 他有15级 这个绝对是专业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经用好 经用好东西 吃的也都是好东西 对对对 慢慢就一边录一边 看 看 看这个视频 然后一边嚼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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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今天就是那个呃 十月革命节 对啊 一次大战打到一半的时候 因为我在批大我的专业 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是啊 我看网上那是 静大林的 静刷静瞎说的那个 我师父就是说我 你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叫相亲 他教他教的专业 现在这人都没了 就叫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没有共产国际 就没有中国革命 对 1919年的四月 老师 对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 在列宁以前 嗯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分的 是一回事啊 啊 呃 列宁出现之后 认为他们是修正主义 列宁要用暴力革命 然后是让呃 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 让本国政府失败啊 所以他拿了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的钱 受德国东县汉部长鲁登道夫的指派 从瑞士 嗯 到斯堪地纳维亚 嗯 坐芬兰快车 回到 当时还叫 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以前叫 彼得格勒以前叫彼得宝 彼得宝 为了爱国主义啊 那些民粹 嗯 说 是德语啊 这个俄国的沙皇以前都是德国来的 所以他就特别崇拜德国 这会要革命了 跟德国打仗 就不叫宝 改名叫格勒 格勒是俄语 然后呢 列宁的秘密回到这 由于列宁回来的事被 列宁在十月 就电影里边了 他被 他被 被人家公布了 说他是德国间谍 拿了鲁登道夫的钱 用的德国护照 所以列宁就被瓦西里面记得嘛 我支持瓦西里面 所以又带 又带假发 又带 又带 他不能出来 但是谁领导的十月革命 是托勒斯基 托勒斯基 是1905年 苏联俄国有过一个05年革命 就是04年05年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的时候 1901年义和团 俄国来之后拿了钱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全撤了 只有俄国不撤 乱在东北 大清朝又打不过 大清朝就把辽和以东化成为 说是我们不管 你们打 实际上日本那时候认为 日本认为自己是亚洲的领袖 那日本把成 当成中国的大清朝 认为是 呃什么蒙古族啊 满族和日本是一回事 认为同种同仁 因为他们的那语法 什么类似 是一个语系的 皮肤又相似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 把那个 呃我替大清朝把俄国人打跑了 因为俄国人认为那帮砸毛 所以打了1904年到1905年的战争 陆胜残酷到什么程度呢 日本死了十万人 嗯 包括日本现在那个 靖国神社里边共同的圣将 乃木西典 乃木西典 只有两个儿子 只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乃木圣典 一个叫乃木宝典 这两个人都是战死的啊 然后你要去大连玩 如果您退休 有个二零二零 二零 尔零山 尔零山就是二零三高地 二零三高地 那原来有杯 现在我我我一直没去过大连 我就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呃 日本把呃 苏联打 把俄国打败 呃 然后在那个 他们叫水师营什么 签签签条约 签那个条约 那有颗枣树 您顺着这街一直往西走 快到护哥寺小吃店 马路南边 嗯 我忘了是五十二号还是五十四号了 嗯 那是普洁的家 普洁普洁是六日本留学的 普洁活着的时候我老去 嗯 普洁一二六棵枣树 那棵枣树就是从那个乃木西点 签日本 签俄国投降协定的那个 嫁接来的 嫁接来的 但是现在呢 那个以后苏联呃 呃 二三战后苏联跟我们中苏友好 苏联红军就住在那 就把那个枣树给给给给毁了 所以那棵枣树没了 呃 呃 乃木西点棵枣树的直系就是被 被普洁架接了一个 因为普洁呢 是日本那个叫 士官学校留学的 啊 啊 他是 东湘平白狼是海军 东湘平白狼是海军 有个电影叫 叫日本海大海战 啊 那是东湘平白狼 那是东湘平白狼 所以普洁把那棵树架接来 普洁是怎么 普洁的媳妇啊 是真妃的侄女 啊 但是呢 搞破洁 跟见谁跟谁睡 睡的最著名的人是张学良 你看张学良的胡一路都有 哦 说那女的就是一公公汽车 谁都上 然后呢 那个女的呃 当然他也向着清朝啊 他是真妃的侄子嘛 外甥 然后呢 他就他就介绍普洁认识张学良 说你要到张学良啊 嗯 那个张学良 我先搁着啊 然后说那个 那个 张学良就把那个 就在六国坟店 现在叫外交部招待所 啊 然后就把这个怀意敞开 一看露出一纪念章来 这说这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证 你要听着这张在东北平堂 上我东北讲武堂吧 普洁呢 比较牛逼还 普洁的呃 清朝啊 满啊 日本名 普洁有日本名 叫清水次郎 清水意思就是大清朝 嗯 四就是老二 因为老大不行 对 普洁鸡巴不行 对对 普洁没后 普洁鸡巴不行 为什么呢 就是小的时候 四岁进了皇宫 皇宫宫女没见过男的 都玩他 就玩他 把他那鸡巴给玩坏了 废了给他废了 对 所以所以他妈 就是普 普仪普洁他妈 死是吞大烟死的 死之前 死之前跟普普普洁说 说咱家全靠你有种 你他妈哥是一废物 不走 按后海 原来现在不在了 原来住在广华寺 就北京是佛教协会里边 那个按广华寺那个孙太监说法 说他不走水路走汉路 你懂这意思吧 对对对 他弄女的他弄男的 不走水路走汉路 不走水路走 这是宫经历史 对对 这些都是只是口耳相传的 正史上都只有 小国书绝对被你写的 绝对没有 我把信件去你 然后普洁呢 就听这女的 普洁也不在乎那会儿 反正是吧 肯定也有别的什么 然后普洁呢 就跟这个 听这女的了 坐了船 他们是从天井 那时候是 冯玉祥 普洁搞的叫首都革命 首都革命是在 对 苏联 练成不建成共产国际吗 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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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共产国际就像各国建党 连美国共产党 什么白天 加拿大共产党 全世界共产党 全是共产国际 出钱建的 出钱建的 啊 然后北方的军阀 有的就是跟苏联接壤 那个打架 比如张作林 张作林不仅打架 还把李大钊给嚼死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啊 这段时间呢 还有就是就那时候打仗 南边的军阀 嗯 孙中山孙大报啊 啊 就是叫孙岳宣言和岳飞宣言 嗯 说北边军阀我们也打不过 苏联说没事 我们给你钱啊 给你顾问 嗯 教你们怎么打仗 这才建了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一开始北伐 北伐劲啊 北方这跟苏俄不友好的军阀 北方呢 有一个特应就是冯玉 冯玉祥 冯玉祥所有的孩子 几乎都是俄国留学的 因为冯玉祥 冯玉祥在俄国彼得哥勒 嗯 呃 位数司令的陪同下 拿着包括都包括有飞机天上啊 啊飞机大炮 嗯 冯玉祥来搞蜀队革命 就把故宫包围了 那啊 限你多少小时搬出故宫 如果不搬出故宫 我就开炮了 断水断电 断水断电 啊 你要是往后海走 由这往这边走过去 后海现在是叫国务院宗教局 嗯 还有叫那个呃 宋庆林故居 啊 那就是淳王府 那个 然后普吉 嗯 是什么 淳王府 就是普吉他吧 然后这普吉被从故宫里被从故宫里打出来了啊 没进去就住到后海 住了几天 他认为没有安全感 因为没进来 只有日本兵的骑兵 当时保卫他 围着他们家巡逻 于是他就信了日本了 因为他就觉得英国荷兰都试了试 都没日本 日本的天津啊 他就去了日本 就去住了那个叫张园 他就住在张园 住在这个时候 嗯 嗯 溥仪的弟弟溥杰 就被日本人勾的 就从天津唐姑上船 就去大连 嗯 快到大连的时候 嗯 突然 船要靠大连岸的时候 有人大喇叭喊 说哪位是王爷 溥杰那船就停了 上来几个日本特务 说我们是日本警察 你哥不许你去找张学良的这个讲武堂 嗯 你要你哥说必须把你押回去 这几个日本特务就把普吉押上船 重新押回天津 到了天津 他哥普吉说 说你要是学亚洲第一强国日本士官学校 你哪能学张学良他们家 张学良都让人给办了 张学良他爸都让人办了 你一定要去日本留学 去日伦你是王爷 嗯 而且你媳妇那个 都让张学良给办了是个破协 给他们家都人 对 他也不听说你破协你还养尾呢 他还跟他哥这正吗 但是他仍然去了 去日本留学 嗯 日本关东军司令 呃 那人叫什么我现在 我这脑袋 本庄凡 是个大将 本庄凡 就说你媳妇破协必须离了 这才跟他媳妇离婚 本庄凡 给他介绍的女的 叫撮鹅浩 是一猴爵 日本呢 天皇他们家 叫王氏 啊啊啊啊 然后呢 王氏之外 跟古代跟王氏也有关的 叫华族 这女的是华族 叫撮鹅浩 撮鹅浩就嫁给普 嫁给 一个日本老婆 对对 这就是撮鹅浩 撮鹅浩 撮鹅浩以前就住在 就住在我说 有棵棗树那地儿 但是他们活着孩子呀 哎呃 有两个女儿 一个自杀了 有两个女儿 还一个活着在日本 以后普洁死了 把自己的骨灰都卖日本去了 就跟庄泽洞去了 庄泽洞 庄泽洞骨灰也埋日本去了 是啊 是他媳妇跟我去埋的 中国人 除了佐伯敦子 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唯一知道 庄泽洞埋哪儿的 就是我 我要死了 就没人知道 这个是一个 他那个是个甲坟 在那哪儿 那是我粘住了 那是我四生四离 不是不是 在昌亭 在昌亭四皇山 衣冠 衣冠种 有一个叫老陈呢 是22中 跟庄泽洞 一个中学毕业的 老陈是做雕塑的 他把庄泽洞 就抽球那张照片 他给他给做成了 他给做成了一塑像 做成塑像在哪儿做呢 在河北 河北就是靠 我记不住 那叫什么县呢 一个老头 他就给做成了塑像 做塑像去了好几趟 买了一块黑石头 一块白石头 都用个老陈开车去的 跟那一区的 还有一个老孙哥 90岁 小两天摔了 现在老一个老 还有一个我 因为我们 我看过你 我的声望 我现在说声望 庄家本身就有费景 那块地 对那块地 那块地人家是要钱的 很贵很贵 现在一块坟地 就一米乘一米的都几十万 我那是四米乘四米 一分钱不要我 我说的条件 我宣传你那块坟地 我宣传了好几十次 白嘴庄泽洞一块 白嘴庄泽洞买在那儿了 但那是衣冠种 那个后来呢就是敦子跟那个老陈 我都不知道这个 后来敦子跟老 敦子跟老陈啊 发生了问 发生了冲突 老陈呢 觉得敦子没给他钱 老陈呢 又说那没给河北那雕塑加钱 完了怎么 他就把庄庄泽洞 拿黑油漆给涂黑了 你知道吗 涂黑的我都知道是谁涂的 然后我给他们俩说和也没说成和 而敦子又拿金笔又从苗的 但从苗的不专业就苗的 苗的不好看了 CCTV用的视频都是我拍的 把我给去掉了这帮孙子 所以我现在老是说任何新闻 说一会我就把我大脸给弄进来 你用我的新闻 你不能把我掐头去尾啊 按中国著作全法应该完整的 你把我你把我掐了 我这个你看就一镜到底不剪辑 咱俩说到现在了 我这玩意就没关过机 然后那个 然后是 对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这就是浦 老仇之间的聊天 所以我就说浦洁 浦洁 浦洁 庄泽洞 都是买到日本去的 浦洁 然后老宋哥 老宋哥女儿死了 老宋哥就要给他女儿买坟地 人家要好几十万 嗯 后来我又去找人 哇 十万 人家给打折才要十万 啊 我死之后 我跟老宋哥说 我说你死了 呃 我不给你买坟地 我就把你骨灰装我兜里边 我散步的时候 都是掏一窟窿 我一会撒点 一会撒点 我把你撒在石海边 我要死了 我把我的肉体 眼睛哪儿 谁看我眼睛好抠走 鼻子好抠走 鸡膊好抠走 我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 啊 一会儿你 你是这种漏实名字 对 这有漏实名字 哎呀 嗯 有一天 当年咱们 那咱说今天十月革命节 我一下说到 对 等一说到 对 然后是后来 一直中国东北 是日本跟苏联争夺 争夺啊 我的爷爷的哥哥 叫唐宗玉 嗯 您到网上能查看 中国现在用钱叫圆角分 啊 底下没有了毫厘 嗯 中国最早用这个壁制的 圆角分毫厘呢 是东北 啊 因为我爷爷的哥哥呢 是北大毕业的 那时候不叫北大 叫京师大学 谈师学馆 师学馆 师学馆 师学馆毕业留学 早到田大学 学政治法律 啊 翻译的货币论 啊 然后呢 在东北实行这个壁制 后来呢 就是二几年 这俄国十月革命 一城炮响 打败了 啊 我爷爷的哥哥就愤恨而死 啊 然后我爷爷爷就回来了 就回到这儿 后来后来 啊 然后呢 那个我 我的养父 就是我我我我爸的二哥不迷生孩子在美国 我就过季给他当儿子 哎 哎 然后呢 对对对就是呃 就跟季献林一样 季献林他儿子为什么 因为季献林尖挑两家 两家 季张两家的基因 不会断香火 对对对 只是为这个 然后我到了 我到了美国 然后我的 我的养母 我养母有两个哥哥 一个叫少和高 一个叫少和阳 少和阳 娶的沈弘烈的女儿 沈弘烈是谁 国民党海军司令 当时是黑龙江舰队司令 就是被诸可夫全奸了 被诸可夫全奸了 丢的黑龙江 啊 然后这个沈弘烈才退回来 后来是当过青岛市市长和山东省省长 干的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孔子多数世孙 叫孔德成吧 是孔什么 结婚的时候主婚 就是沈弘烈 哎 沈弘烈的 对对 沈弘烈的女儿 沈弘烈的女儿 嫁给我养母的二哥 是学海军的啊 死在圣地亚哥 现在方舟子就在圣地亚哥 以前我去圣地亚哥去一个人叫陈古应 台湾的 邓小平的时候是从台湾跑到 跑到北京的 在北大当哲学教授 原来我去圣地亚哥是找陈古应 现在圣地亚哥还有一朋友 就是封州子 哎呀 我原来那代农 原来清丁 原来 原来我那农场 就在圣地 圣地亚哥 往东 六七十英里的这儿 后来我们跑了 我不爱中地 我不喜欢体力劳动 我就喜欢刀壁刀 刀壁刀 是啊 我也喜欢你刀壁刀 但让人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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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 我爷也认识普爹 因为他在那个 我爷也是黄埔 哦 黄埔啊 他在干什么 黄埔啊 跟戴笠走走的 哦 黄埔啊 开始就是让国民党打北边 后来国民党打到一半 国民党不干了分共 啊 前两年我去香山 嗯 西山会 西山会议啊 然后他们就分共 啊 国民党分成两派 有一派 这是呃 后来孙仲山的那个叫 连哥连贡 辅助盟工 还有一派是原来的孙仲山的 就是三民主义 民生是民什么 我我爷爷他是负责的 东北是 罗多斯里边的啊 对付部位施比克的 那也那情报啊 啊 这这就不说了 他徒刑就判了四十年 哦 四十年不行 也在那东北伯利县 哦 伯利是老北 哦哦 那我们就我们就叫汉奸了 都是啊 啊 然后那个人圈 嗯 也受他们影影响 哎 你们这耳机网上就特便啊 二多块钱呢 二多块钱 就这个不伤耳的 就耳 耳 耳塞 你试试你试试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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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知道了 我那个我 我那个叫boss700i 哎呦你太专业了 我一看一弄弄 我一网上一查买三千块钱呢 是啊 所以我老让人给我修呢 这个 你看他这个耳塞啊 是特别灰耳朵 你这个就不灰耳朵 一挂 对对对 而且那个苹果 苹果那个 还有华为那个都市老从耳朵里掉出来 那又不好呢 嗯 这个掉不了你跑步都没事 啊 真的这个特别好 我又打断您话 因为那些话 我这一经到底不剪辑就发不了了 哎 没开门 没开门 啊 他这个这个 这很多这有事实是非非啊 不说 喂 咱们就一经到底 留给中华民族 留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看 对啊 凭说都不说 你千万别给 咱俩两头聊天 两个老头聊天 没事 咱们俩都这个岁数了 哪天就嗝皮着凉了 所以咱们聊天应该让人知道 再见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该遛狗遛狗的吧 唯一的 我刚替我妈扔书印 她上下台阶 我怕她摔根 扫地的扫 我不爱扫地 那好 我所有的家务就是跟垃圾 让我刷完 我从小都不刷 你把你房子稍微的 没有 我呀 我到处走 那天我住民家家口去 哪有地儿 有一张床我就走 我到处走 我平常 你找东西都翻 都翻着 你这住民家太子 妈 门口碰你一朋友 给排 给排菜 王开呢 我自己撒泡 那个又进去 王开呢 带里头的 自己又进去了 那我那呢 我不吃 我有的吃 我可不吃的 不吃 王开 刚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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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给你 王开 我看看 王开 这个 这个吃 这个 哥 说 屋子太乱 帽子多 帽子多 风衣也多 嗯 把这帽子摘了 嗯 这美帝 华盛顿 自由的精神 嗯 我戴上我 今天是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 嗯 我戴上我这 鲍尔咔叉金的帽子 嗯 其实这帽子哈 是蒙古人戴的帽子 蒙古的帽子 粘帽 你看这材质是粘子的 粘子的 后来那个 1905年 1905年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 俄国被打败了 打败了 其中有一个 败中 败军之将 就是布琼尼 布琼尼是一个 那个叫 司务长 伙福长 啊 然后就回到 他们家老老家 顿河啊 德涅斯特河一带 嗯 然后就把蒙古的 这帽子 骑兵帽就带回去了 带回去以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嗯 列宁没有部队 就就 只只只用 使用 旧沙俄的旧军队 给他们派去政委 派那个著名的政委呢 就是弗拉希腊 嗯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电影 为了列宁 前进 误了 误了 就是这帮人 这帮人其实是 是蒙古跟欧洲 跟高加索人的浑血 误了 误了 就这帮人啊 现在打乌克兰呢 也是这帮人 俄罗斯的也是这帮人 你看长得啊 然后那边乌克兰的 也是这个人 上面这三叉戟 嗯 也是乌克兰的 嗯 今天我本来想说 呃 今天是2022年10月7日 是10月革命节 嗯 我刚想说这个 门口碰着一哥们 啊 就跟他聊起来 也没随口说 都是我们这周边 溥仪溥节啊 早述啊 什么 哎 嗯 2022年 10月7日 也是 我们那个 红军 呃 中华苏埃 瑞金 中华苏埃共和国 就是伟大领袖 毛主席创建的 中华苏埃共和国的建国日 嗯 1931年10月7日 中华苏埃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在瑞金建立 嗯 在瑞金建立 2022年10月7日 第二年 1932年3月 溥仪溥节 刚才我说的那个 胡博四的溥节 前进糊涂涂涂的溥仪 跑到 东北 建了汉奸国 嗯 满洲国 1945年 苏联红军又回来了 把溥仪溥节 他们俩建的 卖国的满洲国 给消灭了 嗯 然后苏联红军又到了 那叫什么营 水师营 嗯 然后才有 再往后 再往后 哎呦 我说太累了 我得歇会儿 说 我屋里比外边还冷 系上我阿拉伯的大铜鸡 嗯 吃了这位老哥 给我在排叉 今天又有饭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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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